这个男人仅凭一支笔就撑起了香港电影的半品枪杉 当年李小龙 成龙 周润发 周星驰等等明星都指定要他画海报 全行都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好的 或许你不知道他是谁 但也一定看过他的作品 李小龙功夫片系列 成龙动作喜剧系列 周星驰 无厘头系列等等多达200多张电影海报 你见过的没见过的全都是他画的 更甚的是他还被称为票房财神 只要由他操刀的海报 电影票房几乎都是大卖 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男人就是香港插画大师阮大勇 时间先推回到香港的7080年代 当时香港电影制片业十分发达 不仅香港被誉为东方好莱坞 这30年时间更是被后世称为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 而阮大勇就是这个黄金时代最好的见证者 当时出生浙江的他从小就喜欢画画 但却被父亲认定干这个没前途 于是只有初中学历水平的他跑到香港 仅用一支画笔就开始在海报建立足 因为住的地方太小 为了疼地方画画 阮大勇只能在门上装一块铁皮 将画纸用磁铁吸在上面画画 于是40多年来他也一直保留坚持站着画画的习惯 不仅如此 阮大勇甚至还顶着一千度的高度近视 观察剧照一整天 这么做也只是为了精准找出演员特色 正是他这股对画画执着的精神 才造就香港电影海报的黄金时代 此时他的第一张作品出炉了 这张海报还是他毛随自建给电影公司的 Q版的人物别墅一致 构图排版和配色也都相当有特点 短短几秒风趣搞笑的海报就立马吸引观众买票 当时这部电影收获850万港币票房 成为香港喜剧片画时代作品 而阮大勇也得到2700元港币作为设计费 要知道当时一瓶可乐才卖三毛钱 而这笔钱却能让他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买半栋楼 他的成功也可想而知 从此阮石海报也开始疯狂出圈 当时几乎所有拍电影的导演都只要软大勇化海报 他在那个没有PS没有美图的年代里 仅用一支画笔就描绘出电影的灵魂 之后创作的200多张海报不仅独特风格 后来被很多人模仿 他更是还成为第一个拿香港金像奖的海报设计师 甚至轰动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但在90年代初香港电影有胜转衰 黄金岁月一去不返 人们不再依赖手绘 但无论技术再怎么变化 我们依旧会敬仰 每个用自己双手创造时代的一代宗师